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神不仁不隆弥多事 朝见乌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一只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手相信是一副如是 舍一只色足法同乡 无声不灭不够不济 无阵无间世不空中 无色无手相信是 无言耳闭舍身衣 无舍身相为主法 无言解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击灭到无知 亦无德 亦无所得 无 poder 产无グIL 乌至无故 Exchange 无天私无相不遍 死 blind agem 产无下 忍不 dim agem 产无该世不明 阿尼佛罗三妙三不停 苦止佛罗罗密多时 大神咒是大名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等出 一切不证实不虚 不说佛罗罗密多时 几所周圆 姐弟姐弟 佛罗姐弟 波罗生姐弟 菩提萨佛罗 佛罗姐弟 佛罗生姐弟 菩提萨佛罗 佛罗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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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萨佛罗 无等 好,大家午安 阿彌陀佛 今天我知道為什麼人比較少 因為今天是母親節 所以很多人都帶母親去吃飯 去外面 那我比較幸運 因為我母親剛好來聽我的課 所以我 來來來,請站起來 柯太太 一舉兩得 把她帶來 她來上課 那我就剛好也是慶祝母親節 那今天除了母親節以外 是因為是五月十一號 剛好是柯先生的生日 就是我爸爸的生日 來來來,請來一下 好,請來一下 所以我省了 兩個禮物 上一堂課 付了兩堂 送了兩個禮物 這樣子 那所以 我今天先祝福所有天下所有的母親 快樂自在 樂姐,適合 樂姐,適合 你們大家 樂姐,適合 那那個 當然我要特別的感謝我媽媽 柯媽媽 因為柯太太好 因為她 一九八三年的時候 就帶我跟修捨法師 我妹妹 我們就常來世界佛教會了 所以因為那個時候的姻緣 我們有機會清淨三寶 清淨佛法 這樣子 那也要感謝我父親 因為他沒有阻礙我們來 來這邊吃素食 來這邊拜拜 所以這都是以前 種的一些姻緣 讓我們能有機會修選佛法 乃至於出家 所以這要感恩的事太多太多了 那也要感恩世界佛教會 沒有世界佛教會的話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張揚 我們佛法的善根 這樣子 那 因為我們是在講佛陀的 這個 事蹟嘛 所以我們還要感謝誰 佛陀的 母親 她的生母 就是摩耶夫人 摩赫摩耶夫人 那 她母親生她之後 就過世了 七天後就過世 第七天就過世了 那所以也要感謝她的什麼 她的養母 摩赫波士伯婷 所以 所以 大致上今天所有的母親 全部都要感謝就是了 那尤其是釋迦牟尼佛的父母親 那上一次我們講到 第21 這個圖嘛 那我就開始講那個 佛說 罪福報應經 那我們一起讀過了 那我今天一條一條的 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實際上 它這個 罪福報應經在講什麼呢 講說 今世 你得到什麼樣的果 是因為 來自於什麼樣的修行 那這就是一個因果關係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因果關係 那我們才可以 反省自己的這個成長 了解說自己過去是 多修了什麼 少修了什麼 那少修的要多修 那多修的要繼續修 不是多修的就不用修喔 因為我們一直要修到它圓滿 那第一條呢 它說 為人大富 財務無限 從不失蹤來 那大家都了解 因為不失 而且不是不失自己喔 不失自己去買了一個 很名貴的手錶 很名貴的那個包包 就說 哇 我對我自己很好 這種實際上沒有福報的 是對眾生自己以外 而且呢 你不失給你的我所 你們叫我 我所 我所是什麼嗎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這是我所的範圍的 非我所就是說 跟你沒有關係的 甚至於就是毀一個苦難的人而已 記住 不失越離開我所關係的人啊 那個福報 應該說起來是 越沒有我的成分 所以它的福報會越大 所以有一些人他會說 嗯 我舉一些例子 有一些人他說 師父 我對人很好 可是為什麼我都沒有福報 就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我這麼肯不失 這麼肯幫助人 為什麼 我都沒有福報 那我就會問說 你幫助了誰 欸 我的叔叔 我的 我的小孩子 我的 誰 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我的 我的那個結拜兄弟 那我就問說 你把我的拿掉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 你的一個部分 一個extension of yourself 就是說 你 認為是跟你有關係的 所以當你幫助這些人的話 實際上 內心當中 多多少少 是怎麼多 比較多呢 是跟我有關係的 可是當你幫助一個 跟你沒有特別關係的人 而且你因為看到他的可憐 看到他的那個需要 那你就 用一個很無私的心 去幫助他的話 那那個福報會更大的 好 那在這裡就有另外一個問題了 關於這個 財富 是從過去是布施當中來的 或者今世布施來的 那有些人就會說 那 為什麼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 無惡不作 可是他 很大福報 那我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你們認為 你們認為小偷 需不需要有福報 才能偷得到東西 覺得需要的請舉手 覺得不需要的請舉手 他只要聰明一點 他就可以偷到東西了 請舉手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 我不能說是哪裡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甚至是一個信眾 所以不能講名字 也不能講在哪裡 就是在某一個國家 真人真事 他的工廠裡面 他這個工廠是有一千多個人的 他的那個 administration office 他的辦公室啊 就那個工廠裡面有一個辦公室 他辦公室裡面呢 為了防止小偷 他有三個保險箱 而且都是很厚的保險箱 三個 三個 只有一個有錢 另外兩個是空的 結果呢 而且他們有很多那種 壁錄電視 隱藏式 那結果有一次 他的員工 串通了外面的賊 來偷他的那個錢 那這些人呢 就一個卡車來啊 因為要電鑽 你知道嗎 叫很大的鑽子 而且那個鑽 要好幾個小時 才會鑽過去 才可以打開的 結果 他們就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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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那裡三個要選一個喔 好 他就選一個 他說好 這個就是 他就開始鑽 鑽了 鑽了 鑽了兩個小時 打開 來 猜猜看 有沒有錢 沒有錢 沒關係 剛剛是33%嘛 對不對 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嘛 現在呢 剩下兩個而已 一定可以的 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 一半的可能性 就開始就 打開了 結果有沒有 沒有 結果怎麼樣 已經天亮了 沒有時間 鑽第三個 就要走 那當那個信眾告訴我這個故事 我就說你看吧 連偷東西 當座都要福報 記住喔 福報啊 財富啊 就是外財 你沒有聽過財富的財啊 我們佛教有一個名稱就是外財跟內財 外財是什麼 是 金錢 房地產 這些 物質的東西 內財是什麼 是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健康 這是內財 外財 外財 的來源 是由於過去式的 布施 布施眾生而得到的一個福報 可是 過去是有這個 有積這個福 這一世呢 可以選擇用很多方法是什麼呢 去福報銀行兌現這個財富 可以用錯誤的方式 也可以用正確的方式 你懂意思嗎 所以連偷啊 要當賊啊 都要有福報 因為我也知道有很蠢的賊啊 就是說 他以前當賊之後他懺悔了 他說師父不可思議 我以前我可以蒙著眼睛 我就走進去一個地方 我都能摸得到錢 偷得到錢 就是說他不用很用心的 他就可以 不勞而獲 他就可以占到便宜 你懂我意思嗎 可以能占 所以你們要記住喔 能占到便宜 也是因為有一點福報 可是因為他用錯誤的方式 去兌現他的福報 所以兌現他的福報對不對 那這會產生了什麼 惡因 他未來會有惡的果 好 記住 我們講到夜報的時候 惡業可不可以抵消善業 不可以 所以 善有善的報 惡有惡的報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一點 連當賊啊 都要有福報 好 那當然 這是讓你了解 正反面 因為業力本身沒有善與惡的 業可善可惡 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們說業力 我們一般中國人 尤其中國佛教有時候 講業的時候對不對 那是業力啊 那個都是把它當作什麼 負面的 業可善可惡 那再來 第二 唯人常受 無有疾病 身體強壯 從慈戒中來 慈戒就是所謂的食善業 或是從五戒演變出來的 不殺 不偷盜 不妄語 不腦 不妄語 不能忍耐 不妄語